当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消息传到山南地区时 广大干部群众心情十分激动 我去第一个成立朗生护助组的山南地区乃东县杰巴乡杰巴村的群众 通过电视得知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时激动万分 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设立不仅可以使西藏人民牢记历史 而且还会使子孙后代了解历史 从而更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 那去镇的居民们当得知将每年的3月28号 设立为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时感到无比高兴 长都县城关镇的居民从电视上看到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的消息后 纷纷表示坚决拥护这一决定 鸡藏台综合邦套